民国家人林辉英真实容貌曝光 留给世人的只有永恒的怀念民国舞台上 活跃了一大批美丽的精灵 分别有林辉英、杜小曼、张爱玲、郭婉玲、唐英 他们极美貌与气质于一身 都有着一段传奇的人生历程 今天着重介绍的是民国家人林辉英 她是美女和财气的完结结合 属同那人间四月天 以最完美的传奇形象 永远定格在历史的天空 1916年林辉英在培华女子中学 开始接受英国贵族式的教育 家庭的幽默 依旧良好的教育 使这位民国家人与同上学的表姐妹 各个清新脱俗 气质文雅 谈吐得体 这几位民怨身着五四时代女学生的改良妆 在北京最好的一家照相馆 拍下这张老照片 令人惊艳 1920年林辉英的父亲林长明 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身份 被政府派赴欧洲考察 这次长旅 林辉英随父亲同友 林长明给女儿的信中则写道 要 古官乱诸国事物增长见识 尽我身领悟我胸怀 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 林辉英先后就读于伦敦圣玛丽亚女子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州美术学院 后成为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这位民国家人在国外的时候 与浪漫诗人徐志摩相识 林辉英素色的白裙随风而舞 灵动的大眼睛 典雅的气质 令徐志摩一见清新 甚至为了家人与原配妻子张又怡离婚 林辉英不仅美貌无双 才华横溢 她还是一位理智的名学 谈及与徐志摩的感情似的 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 而是她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辉英 可我其实并不是她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1924年6月 林辉英与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 同时赴美工读建筑学 他们相同的兴趣爱好 让两人的感情有了质的飞跃 1927年夏天 林辉英从美术学院毕业后 又入耶路大学系 聚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 1928年春现 林辉英同梁思成结婚 当时梁思成的林辉英 有一句话 我只问这一次 以后都不会再问 为什么是我 林辉英回应 答案很长 我得用一声去回答你 准备好听我吗 林辉英嫁给梁思成后 她出众的才华与美丽 令学习太斗金瑞林清新 她曾做一副对联夸林辉英 梁上君子 林上美人 可以说 说没有林辉英 梁思成也不会成为著名的建筑学家 说没有林辉英 金瑞林的精神生活 则会百无聊赖 寂寞孤苦 实际上 林辉英是一位有福气的名愿 让梁思成宠爱了一生 1955年4月1日清晨 林辉英在经过长达15年的与疾病的顽强斗争后 与世长死 年仅51岁 在其追悼会上 金瑞林为林辉英写了著名的晚连 《一身诗一千寻触》 《万古人间四月天》 著 其文解密以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